65. 江西日報 16.3% 投資馬車提侄報找民間資本成為投資新亮點 2015年7月26日頭版A01林翁制圖 黃繼賢本報信 江西日報記者林翁 上半年,我省完成固定資產投資7699.1億元,增長16.3% 結束了年初以來投資增速連續四個月回落勢頭 高於全國平均水平4.9% 據全國第九位,比去年同期前移6位 我省固定資產投資運行情現緩中趨勻、量速進位 結構最優太細 近年來,我省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保持了中高速增長 但與全國大多數省份相比 運存在增速不低,總量上小 西投較好,差距較大等不足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態勢 上半年,我省發揮投資穩增長的關鍵作用 緊緊握著國家礦投資,穩增長的機遇 積極對接國家七大工程包 維穩增長增添了強勁動力 緩中趨勻 上半年,我省投資下滑趨勢只跌其穩 比1至5月提高0.2個百分點 我省努力穩定投資增長 大力實施交通、能源、糧食水利、產業升級 健康養老、生態環保、信息電網、 遊戲及礦產資源保障等8大類重大工程 其中大中型建設項目計劃總投資1.1萬億元 今年全年預計完成投資3千億元 量速進位,全省投資總量居全國第13位 比去年同期前移1位,佔全國比重達3.25% 比去年同期提高0.14個百分點 投資增速居全國第9位,比去年同期前移6位 比今年一季度前移1位 一批重大項目的建設成為帶動經濟發展的有力引擎 鐵路方面,逐建窗吉按客磚、母狗下磚等項目 高速公路方面,建成南昌至上律等7條高速公路 航空方面,開工建設按周黃金機場改擴建 井崗山機場二期擴建 南昌青雲埔機場遷建項目,建成上搖三青山機場 航運方面,開工建設新幹航電蒜紐工程 南昌潮社貨運碼頭等項目,建成南昌龍頭崗綜合碼頭一期工程 結構最優 目前我省投資結構出現一些積極變化 基礎設施投資較快增長 重大項目建設快速推進 民間投資有所回軟 其中,基礎設施投資增長20.4% 高於全部投資增速4.1% 省重點工程投資增長28.2% 民間投資增長19.7% 比去年同期提高5個百分點 民間投資佔全部投資比重 由去年同期的72.5%提高到74.6% 權威點評省法改委固定資產投資儲署長黃雲剛 投資、消費和出口、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中 投資是第一推動力 面對經濟新常態 省委、省政府高瞻沿逐 正確預判形勢 牽著了投資者一經濟發展的牛鼻子 早在年初 省委、省政府就提出要充分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 3月份 省政府出台的關於加快推進全省重大工程建設的意見 上半年我省積極對接國家七大工程包 各地各部門對省裡固定資產投資政策部署貫徹得力 重大項目進展順利 通過投資拉動、項目帶動、消費速動 有力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下一步 我省將建立重大項目推進清單 緊密對接國家新推出的新興產業 城市軌道交通等重點投資領域 爭取更多項目進入國家工程包 炸項目增後勁 著力提升投資帶動能力 加快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 PPP模式 設實讓社會資本特別是民間資本 在全省重大工程建設中唱主角挑大梁